赢在中国,本数据未复三期,大数据实贷下的商业转型经历,实施,新端掌握。 赵国度,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 他拥有15年信息产业工作背景。 从移动互联网到云计算,再到大数据,他是中国新技术革命的先行者。 2013年,他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第一作者,通过独到的视角诠释,缺少数据资源,无以谈产业,缺少数据思维,无以言未来。 开始我想给大家说一句话是什么呢? 其实数据自古存在。 我们原来是把数据系在这个硅甲上、树皮上,后来系在丝绸上,然后系在纸上。 现在我们是放在这个电脑里,看不到这种介质,飞快的存在。 那么数据介质变化的同时,量也在飞快的变化。 它会引起社会各个方向的一个变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方面都在变化。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是,产业到底怎么变化。 在大数据的影响之下,产业趋势的演变是什么? 我们先从一系列的案例开始,这个案例可能就是跟大家相关的一些案例, 对文化业的一个案例来去做。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直排屋,你看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视剧。 前天我也下来看了看这部电视剧,拍得的确不错。 直排屋这个发行方叫Netflix公司。 接下来公司以前是做什么背景的? 他们以前是做录像带出租这个业务的。 每个月花10美元,然后你就给你所有的录像带免费寄给你, 然后你不想看,你再寄回去给他。 这么一个业务。 后来录像带没有了DVD出来,他就做连锁的DVD出租。 DVD也消失了,他就开始做网上的视频。 你看在这个股价的走势图,他们在一年的时候股价到了一个高峰, 大概300美元一股。 这个时候他的网上的视频流量超越了苹果公司的流量, 成了美国最高的视频网站。 但公司这个人一到高峰的时候容易犯错, 他也开始犯了一个决策的错误。 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号召力了。 大逗的我本来来看这个视频服务, 我怎么去扩张,怎么更多的盈利。 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可以涨价。 他原来是10美元一个月的服务, 他把一个服务拆成两个服务, 每个服务变成了8美元。 看起来好像是降了2美元, 其实是变相地涨了6美元。 所以这个客户就纷纷离他而去。 一下子网络的流量大幅下滑, 注册用户在下跌, 活跃度在下降, 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 所以这个时候公司就开始想, 他说我们怎么样再去说痛令思痛去转型啊, 怎么样挽回用户的心呢? 他发现在这个公司历史上, 他有一类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他有大约3000万的注册用户。 这些用户每天在他网站上会产生 4000万的行为的记录, 就包括这个快进, 包括暂停, 包括回看这样的记录。 大概有300万次的一个搜索, 就是找什么影片去看。 还有400多万次的评论, 就是看了之后的心情如何这样的记录。 他说这一段数据, 能不能拿来去利用一下。 后来他果然就建立一个模型去挖掘。 在这个挖掘数据的基础之上, 拍出这个电视剧纸牌屋。 这个纸牌屋它就相当于说是数据群的一个电视剧。 在电视剧里边他得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呢, 说是最高大这个演员。 第二个呢, 是导演。 第三个是剧本。 说这三个要素决定一个电视剧是否火了关键因素。 然后呢, 他就照方抓药, 请来这个导演, 请来这个演员, 然后从英国买了那个剧本。 纸牌屋剧本是英国70年代播出的一个剧本, 就还受欢迎。 站在那里一把, 就成了这个美国的指派物。 相当于是在一二年最受欢迎的那个电视剧。 一三年后得了艾美奖。 一三年代的时候, 他又拍了四五部这样的电视剧, 都订了艾美奖的提名。 但大家可能想到这里会想, 我们不用出去挖掘, 也能得着啥结论。 导演, 主演, 剧本, 肯定是。 但其实, 背后他做了一个更精确的一个分析。 现在目前在这个Felix这个公司的网站上, 每一个剧集, 几乎被分了七万种的分类, 然后精确匹配一些观众的特征, 来给他拍他自己喜欢乐见的电影。 也就是说已经开始用数据驱动来拍摄一些电视剧, 针对特众人群拍的电视剧。 他不是给所有人都拍电视剧来看, 到这种地步。 从这个地方看到, 他的股价开始走入一个反弹。 一二年到低谷, 一三年开始走入了, 货了大概三百亿美元了, 这家公司的股价, 一直在出一个上升的渠道里面。 一四年呢, 纸牌物与拍出了第二季, 也是收入最高的。 但我们看这一样的故事, 在国内怎么演绎。 小时代, 发行方, 根据小时代的作者郭敬明的粉丝数, 这一类指标, 根据互联网上, 人们评论转发小时代那天预告片的次数, 第二类指标, 第三类指标跟档奇特性, 他做了一个模型, 来预测说我们小时代这个电影, 他的票房应该是在4.7亿到5.2亿之间。 当这个结论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疯了, 说你这种垃圾片, 脑残片, 两千万投资小制作, 还能搞那么多票房, 没人相信。 所以在一二年时候, 大家都在等谁呢? 冯小刚的1942, 说这是一部大制作, 会给我们带来很精灵的震撼, 票房又很高。 那很意外的是1942败走了麦城。 但随后有一部电影, 太炯上映了。 太炯的票房, 12个亿的票房。 所有的发行人就都疯了, 这种这种片子怎么会有12亿的票房, 这是为什么, 对吧, 搞不清楚。 但是发行人很实际, 他说我们不管他为什么, 我们看哪些个电影, 跟太炯类似, 小时代可以, 小时代跟太炯是类似的片子, 类型片, 投资很少, 两三千万, 然后没有什么主题, 脑残, 这个片子可以, 说这个咱还不能搞七个亿, 但最终发现, 发行方给他们讲, 这我们算过, 4.7到5.2亿之间的票房, 但确如他们所言, 这个电影最终票是4.78亿, 小时代一的票房, 小时代二同时很快又推出了, 小时代二也是投资两三千万, 大概票房是两个多亿, 小时代三是前段现在上映的, 我特意查了一下, 你还能够查个数据, 5.2个亿的票房, 小时代三, 我看这个联想, 最近给他电脑做广告, 都拿小时代三在做宣传, 刺金时代联想那个平板电脑, 都用这个事情在做了, 所以看每部电影, 他投资就是两三千万, 获得这么一个高的票房, 为什么, 因为他拍给它是特定的人群看的, 不是给在座主义看的, 那这个时候讲到的是一个, 在文化产业, 应用大数据的一个例子, 对吧, 我们想想那些菲利斯, 想想纸牌屋, 想想小时代, 那这个事情, 但是还没有看到产业的化学反应, 不同的产业间如果融合的话, 又会是什么样子, 看下面这幅图, 这个电视, 是小时代的发行方, 乐视影业的母公司乐视网, 推出了一款电视机, 这么看来卖电视, 那个电视呢, 大家看有个比较独特的功能, 除了这个画面大之外, 当然画面也很好, 材质也很好, 什么时代版呀, 什么CPU很强大呀, 它上面还有个摄像头, 就是你可以, 挥手可以换台的, 可以语音控制换台, 还有海南的偏远, 就等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你想这样的电视, 60寸, 应该买多少钱, 当时推出的时候, 这个电视的定价是6,900, 现在的定价是4,900, 40寸这样的电视, 卖多少钱呢, 1,200块钱, 所以你想想看, 那这个电视的逻辑是什么, 它为什么能卖这么低的价格, 那它对其他产的影响是什么呢, 在乐视网发布这个电视的当天, 应该是13年的4月3号, 我猜它这个发布会, 发布了这个电视的功能, 这个价格之后, 乐视网的股价, 在发布后的三个交易日内, 连续涨停三次, 三个涨停, 但同期, 海信的股价连续两个跌停, 那个时候, 这个电视一台还没有卖, 那么在它这个视线里面, 我们看到, 在商业模式变成个什么样子, 就是这幅图我看到的, 它构成了一个终端, 加平台, 加应用, 加大数据, 这么四位一体的一个商业模式, 它盈利的是在哪里, 在右边, 右下角, 应用这一块, 像拍这个电影啊, 三部电影加在一起, 十多亿的票房, 总投资还不过一个亿, 然后电视定位的终端那个领域, 电视为什么卖这么便宜, 是因为它的定位跟以前的电视完全完全不同了, 它的电视第一个功能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就是采集诸位, 观看小时代这种垃圾片的这种数据的一个终端, 其实就是一个跟手机的操作系统是一样的, 也是安卓的操作系统, 这个电视,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也在看你, 它比你更清楚, 它知道你是喜欢看爱情片, 还是喜欢看动作片, 还是喜欢看爱情动作片, 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们自己, 知道吗,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它传播小时代这项电影的一个渠道, 现在在院线里面拍了这样的电影, 第一个上线的渠道就是它的电视, 你在盼的上你都看不到, 这是它的机的定位功能, 所以它可以卖得非常非常便宜, 因为它是靠拍电影的赚的钱, 来补贴这个终端的产品, 这个终端的产品卖得越多, 它后面的势能就越强大, 甚至可以说, 在这个虚线以下的部分, 它都可以不赚钱, 它可以向虚线以上的各个产业去赚钱, 换句话说, 它以大数据为核心, 构建了一个产业生态, 这个生态里面不同的产业之间互相补贴的, 就真正地实现了一个俗化, 羊毛处在了狗身上, 所以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公司, 你说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公司, 互联网公司, 造电视的制造商, 拍片的, 它在形成一个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产业生态, 那我们想想看, 像这样的公司, 谁会是它的竞争对手, 谁会跟它去竞争, 或者谁能竞争得过它们, 这种模式, 因为我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八大电视创商的一个年会, 就是联合起来要对付它们, 但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好像不大相信它们对付成功, 因为想起来六国联军进攻勤国, 最终也失败了, 那谁是它的竞争对手呢, 大家想一下, 第一个, 纯粹造电视的肯定不是这种模式的对手, 对手, 对吧, 纯粹拍电视剧的可能也不是, 纯粹做平台的可能也不见得是它的对手, 什么事呢, 就这个小米, 小米公司有手机, 有电视, 还有流器, 各种一个中端产品, 它是做了一个全部的一个中端的系列, 然后它也有内容, 它也有平台, 它也是中端平台应用加大手机四维体的模式, 这两家公司的竞争, 很可能奠定很多个产业的格局, 甚至有些个行业, 没有进到他们的进制之中, 没有进主战场, 就被消失掉了, 这个不是委员总听,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收视率调查这样的行业, 在以前的时候, 收视率调查都是通过打电话, 抽样, 入户的方式来去调查, 那这个时候谁有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调查队伍, 那谁有优势的, 但现在你想想看, 我们还需要这样落后的手段吗, 我随时随地知道你在看什么节目, 我甚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暂停了去反复的欣赏, 那就是收视率调查公司, 为什么传统的模式它怎么还会存在呢, 这种行业就没有了, 你要升级转身新的模式去做, 做很多个行业都受这样的影响, 上次我在新东方也给他们讲, 你们如果不去变化, 很可能变成这两个生态中的一个碎片化的存在, 我们再看一下生态, 我们再看一下电商, 它也形成了一个终端平台加英勇加家数据, 思维体的一个商业模式, 构成了一个基础, 然后这思维体的模式, 它真的是靠虚线以下这部分在赚钱吗, 真的不一定, 它在靠虚线上面的部分去赚很多钱, 就靠其他行业的补贴, 比如京东, 它做金融, 比如阿里, 也得做金融, 像京东他们自己高调宣布, 他们的金融策略, 未来五年, 70%的收入全部在对于金融的收入, 能不能实现我们另当别论, 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 他们不再靠虚线下面这个东西在赚钱, 我们跟现在的电商的生态, 跟过去一种生态来去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连锁电时代的苏宁, 我这里一定强调, 不是苏宁易购, 是连锁电时代的苏宁, 它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商业模式跟这种新的, 现在电商的产生态这个模式对比, 它是什么不一样, 股价的变化不得我讲, 我就讲一个生态,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卖它采电, 现在采电如果说卖来之后赚了一百块钱, 那么在原来过去苏宁那个体系里面, 它是要跟供应商分利润的, 对吧, 一百块钱你是二十归我, 八十归你, 还是说三十归我, 七十归你, 还是在那平板分, 总是要博弈的, 最初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在2005年的时候, 他们发展逻辑是什么, 开更多的门店, 获得更多的客流, 更多的客流带来更大的采购量, 更大的采用量, 拿到更低的价格, 反过来刺激更多的客流, 这是它的循环, 所以它跟采购量是相关的, 但是不管如何, 它需要分利润, 再看现在的电商的模式, 我刚才讲过, 虚线一下, 它不需要盈利, 我卖一台采电专利百块钱, 我完全可以给我的, 公众商们, 给他们去赚钱好了, 我做什么呢, 我可以为公众商提供金融服务, 为公众商提供物流的服务, 为公众商提供通讯的服务, 等等服务也给他们去做, 换句话说, 在新的生态里面, 一个生态的提供者, 可以给生态中的参与方, 提供空气, 阳光水样的服务去做, 他无需在他们卖商品里去赚钱获利了, 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电商们, 包括阿里, 包括京东, 他们已经开始把他的IT能力输出到其他的行业去做, 像有些在参与股价大部位的招标, 30亿的合同, 居然有什么电商的摄影去竞标了, 不是传统集成商那去, 电商也去拿进来单子去了, 他靠这个地方去赚钱去了, 产生态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变化里面我们看到, 新的生态, 它是一种万物共生并行不备的, 收阳光税好了, 以前是一种紧门崩的存在, 大家总是要竞争分钱, 我们把这个生态再推广一下来看, 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大家企业的战略思考, 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 在这个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之下, 企业战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就大家看到这幅图, 以产业生态为基础, 向服务业去转型, 去对接那些金融、运营商、物流、 交易市场这样的服务, 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 跨界是常态, 一定是那个方向去转, 凡是上规模的企业, 对这幅图如果没有感觉的话, 那一定是没有方向的, 那我们再往上看一步, 用这个图来看的话, 就是到这个经济这方面, 这个要切提的一方面, OK,那我们看它怎么跟经济, 直接没相关, 原来我们谈经济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政府, 都在讲出口, 投资,消费, 三辆马车在拉动这个经济发展, 但我们看当前这个环境下, 无论是出口, 还是投资, 还是消费, 都受到明显的抑制, 我们跟很多个地方政府在聊, 有省政府, 有市政府在谈, 谈之后大家都有一个感受, 大家觉得, 哎呀,你说, 投资不行, 消费也不振, 我们怎么办, 比如贵阳特别典型, 贵州呢, 它整个把它全省的未来的战略, 就定义成大数据的一个战略了, 所以我跟他们这个省委常委聊的时候, 他们很是这个昂扬激动, 你看我们未来这样的规划, 非常有前景, 对吧, 很高兴, 很好, 但一到跟他这个管委会的书记们, 交流的时候, 就跟我讲, 哎呀, 你来了, 我给你讲一讲, 你们谁记一下, 八条困难, 12345678, 怎么去做, 落不了地,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事实上, 政府在这个大数据的过程中, 他在发展经济里边找不到方向, 我们给他提供这么一个矿炼基础, 告诉他, 最顶层的设计, 还是经济学家提出一个三大发动机的理论, 他说现在要发展经济, 第一, 制度变革, 第二, 结构优化, 第三个是要素升级, 但这个讲起来很大, 怎么去落地呢, 就是说制度变革, 变革是什么呀, 它哪个方向的变革, 怎么变革, 变革的依据是什么, 结构优化, 优化什么结构, 要素, 那什么是要素, 升级到哪个方向去, OK, 在我们这个图里面给了一个很完整的解释, 第一个我告诉他, 要从产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那些案例, 讲了这些电商的例子, 讲了这个文化产业的大数据用的例子, 都在给他们传达一个主题, 产业在融合跟跨界, 不能够条条块块地去看行业, 以产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整个的产业, OK, 那么以前所有的规章制度, 所有的政策, 凡是针对单一产做的, 全部是错的, 不全面, 所以这时候对他第一个对他带来的要求变化, 那就是破除条条块块的限制, 以整体的方向来看问题, 就是给他的政策制定提供的一个依据跟基础, 结果又话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优权产业, 优权产业在政府地方是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原有的产业怎么聚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新兴的经济如何聚集的问题, 第三个要素升级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过去的苏京跟未来的京东, 就未来电商它这个模式, 其实很重要的一条是说, 不再是以门店为特征的扩张了, 而是以数据为特征的扩张, 所以里边有几个含的话题就说, 要把这个要素升级, 从原来以土地这个生产要素, 升级成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变化, 这是要素根本的一个升级, 所以这个理论给提出来之后, 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政府, 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产业理论的一个基础, 而这个基础跟我们企业的选择站的方向也是息息相关, 从产生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往上一步就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怎么去做, 成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基础, 往下一步就是大型企业, 可能也是小企业关系的问题, 战略方向的一个选择的基础, 不能够再立足自身的东西来看问题, 比如我前段时间也给四大运商, 包括移动电信他们做这个方案也是这样子, 说不是我是电信行业, 你不再是电信行业的公司, 是什么公司, 你可以做金融服务啊, 你可以进入行业的公司, 因为金融业把中国移动留在它的头号敌人, 它因为中国移动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但它自己还不见得这么认为, 所以不要给自我化戒, 这是这个区域经济的一个转生的概念, 最后一句话, 以大数据为依托, 把生产性的服务业注入到产业生态中去, 这就是区域经济转型成绩的灵魂, 如果大家真正地去想找到大数据领域里面的人, 想参与到国家政策中制定, 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作者, 也欢迎加入到我们中关村大数据产联盟, 让我们与合适的人一起迎接这个大的时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